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皇位宝座 Onthron就是座位 那么这张画我们把它翻译成 这个湾曲宝座上的圣母和圣鹰 这张显然就不是照这个原名来译的 那么这张画大概是1280年完成的祭坛画 可能画的时候 乔托当时还没有来到佛罗伦萨从事画画 他当时还在军师坦丁堡 也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当学徒 我在上一讲就特别讲了 那么但对这张画呢 公布里希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呢 它的着重点有点不同 那我现在读一读公布里希的讲法 他说这张画 他可能显得跟希腊艺术的成就相距很远 可是衣服上的折皱裹着身体 并且绕轴和绕席辐射的方法 标出了阴影以塑造脸部和手部的方法 甚至还有圣母宝座的弯曲 不掌握希腊和希腊化的绘画技术就画不出来 尽管有些生硬 拜占庭艺术还是比后来一段时间的西方艺术要接近自然 另一方面 强调传统要求沿用或准的方法来表现基督或圣母 这就使得拜占庭艺术家难以发挥个人的才华 然而这种守旧性只是逐渐发展起来的 把那时的艺术家想象为毫无活动余地也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正是当时这些艺术家 把早期基督教艺术中的简单图解 改为大套大套的大庄严的图像 统设着拜占庭教堂的内部 当我们观看中世纪在巴尔干曼岛各国和意大利的 在希腊艺术家制作的镶前画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东方帝国实际上成功地 复兴了古代东方艺术的宏伟性和庄严性 而且成功地用它阴影的塑造 找在公元前的希腊绘画里面 艺术家已经知晓在某些情况下 需要用阴影来表现体积感 第二通过衣纹的辐射来表现隐藏在内部的身体的结构 第三短缩法的应用 那这是公布里希对于乔托的几个讲法 我在上面讲我特别提到了 我说我所感觉到的这个桥托的话 事实上除了古希腊的庄严性 阴影的塑造 通过衣服的辐射来表现内部身体的结构和缩短法的应用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他的话里面有明显的讲故事 也就是叙事性 有绘本性 每张画像一张绘本 这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第三个有趣味性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桥托对后来的更大的贡献 当然我并不认为 这个公布里希讲的都是错的 他对的 他讲的都是对的 不过呢 增加了这个叙事性 故事性和趣味性 我觉得是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 那么我们是事实上我们讲 桥托呢 他遇到了人类历史上巨大的一个变化的时代 文艺复兴运动在这个时候正开始 旧的规范 旧的次序 旧的要求 旧的框框都被打破了 出现了改革的机会 而绘画的突破 竟然是在貌似最严格的 艺术控制的最严的大教堂和修道院里面进行的 在阿西西和圣方几格大教堂里面 这个就是桥托得以脱颖而出的战场 这个是现在想起来的 都有些匪夷所思 就是管得最严控制的最厉害的教堂里面 居然会成为一个突破点 这是桥托做到的 那现在我们回到了 我前面讲的小城 这个阿西西这个小城 阿西西呢 是托斯卡纳东北部的另外一个省 它并不在托斯卡纳省 它这个省的名字叫做Ombria 我们把它译成Ombria省 或者Ombria省 它这个意大利文叫做Ombria 这个省的省府呢 叫做Perugia 我们知道托斯卡纳省的省府是Florenza 而这个Ombria的省 它的首府呢叫Perugia Perugia也有很好的话 我们以后会谈到的 我们知道除了阿西西以外 在Ombria这个地区 有很多非常好的这样的文艺复兴的遗址 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个Perugia 就是Ombria的这个省的省府 另外还有一个城市叫做Orvedo 这里每一个小镇呢 都能看到文艺复兴时候所建立的教堂 并且里面呢 一定是一个巨大的绘画的博物馆 这个Ombria省啊 第四多三 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大湖 这个湖的名字叫做Lago Transimento 这个Lago就是西班牙语的湖的意思 Transimeno就是这个湖的名字 所以我们叫Transimeno湖 这个阿西西呢 在一个山顶上 它是San Francisco 圣方济阁会的这个发源地 那个方济阁也就是Francisco 那个我们知道 这个方济阁本人在世的时候 他并不是圣人 他在1226年 他去世以后 才把他封圣 也就是在他的名字前面 加了一个圣人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变成了天主教的四大圣地之一 我来这里说 我说这个San Francisco 在这个地方呢 山下是有一个教堂的 就是这个圣方济阁会教堂 山下是有一个堂的 他的山上呢 他也有一个堂 所以我们说这个 San Francisco大教堂 是阿西西的教堂 他上是两个堂 也就是下堂和上堂 那么旧堂 也就是下堂在下面 是先建 后来呢 就再建了宏伟的上堂 圣方济阁当时请了 这个我们说的 这个 一些画家来做创作 那么其中包括了桥托的老师 他的老师叫做伯维 和带了这个桥托 一起来画壁画 做装饰 这时间呢 应该是1277年 也就是说 这个方济阁已经是丰盛了 因为方济阁是1226年去世的 去世几年以后在丰盛 那么过了大概 差不多50年以后 那么才请他们来做 所以呢 方济阁本人是没有看见 这些壁画的 我们现在去看这个教堂呢 是整个天主教的精神中心 也是当时的所有的艺术家 想能够一显身手的 一个重要的场所 因为在这里呢 这个每个人都知道 这个是天主教的最高 最神圣的教堂 所以大家都尽量画 那么其中有一个 我走进去 就见到这个建筑内部 达到了剑缝插针的 这个画画盒装式的情况 也就是走进这么大的 一个下堂 一个上堂走进去 没有一寸地方 是没有画画的 全部画满了 那个并且呢 有些画 我估计呢 就是一再重画 也就是前面的画家画了 后面的画家呢 就直接在他的画上呢 就做了一层底子 直接覆盖上去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不断地要求 当然我们知道 基督教的这个教义 也在不断地改变 所以呢 也会出现不断地 这个改变的需求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柏维也就是这个 乔托的老师 这么大名鼎鼎的画家 他在当时其实 只画了一些 零零碎碎的画面 没有一张大画 是柏维画的 而主教堂的大厅里面 是最大的遗圈 这个28章 是螺旋形 反映圣方济阁生平的故事呢 全部是由一些 年轻的画家来完成的 而构思呢 就是来自乔托 也就是说乔托 不但画了一部分 并且呢 他是这一圈 28章大型连环壁画的 总策划人 那么 我当然知道这个 他还有一批作品 是完全独立做的 那是在威尼斯附近的 帕都瓦 我后面会讲到帕都瓦 他在另外一个小修道院 叫竞技场 小修道院 在帕都瓦大学旁边 那边他有一批画 是完全自己画的 那当然我看这批画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 是他总构思 但不是完全都是他画的 那么这样呢 我想这个 有很多他的方法呢 是在这个地方发明的 因为帕都瓦那张 要晚一点 那比方说 他喜欢画城市风景 喜欢画建筑的结构 用这些来做布景 并且呢 采用了非常准确的 科学的透视法 有消失点 那么用这些来画人物 所以这种画 是绝无仅有的 但大家会问我 你讲的马萨桥 不是这样做吗 大家记住 马萨桥比他晚几十年了 也就是说 这个桥头去世以后 那个 这个马萨桥在出世啊 也就是说 马萨桥是 看过这个桥头的话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马萨桥有没有来过 这个 阿西西的这个 圣方几格大教堂 看过他的画 但是 是我估计 他的影响 肯定是第一个的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要把这个桥头 放在我们的这个 讲座的第一讲来讲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样 他桥头画的人物呢 与众不同 他的尺寸大小 合乎人体 他没有中世纪的那种 夸大变形 而他画的面部姿态的描写呢 也都非常真实 因此呢 他的绘画呢 让人非常幸福 他的这笔画里面 不但有神职人员 有教士 有神父 也有生活里面的人 比方说有农夫 有商人 还有许多工匠 木匠 铁匠 这些工匠 还有建筑工人 有巨木的工人 有尼瓦匠 他的这张画 完成大概在一二 这张画大概是完成 在他的桥头 大概三十来岁的时候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张画呢 是他画了一幅 弗洛伦萨的风俗画 当然他画的这个内容 是画这个 那个 方济阁 这个San Francisco 画方济阁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教堂做 这个比较晚 是1870年 才做的 那么这个画 这张画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 桥托在画的时候 大概是 1280年 那么在1280年的画的 这么多人物的话 基本上 就是一张 我们说 1280年的 这个 清明上河图 就是把这个 佛罗伦萨的清明上河图 完整地表现在我们的面前 那个 又好懂 又简单 又好看 就好像我们现在看现代的 画绘本 或者现在看 连环画一样 我们知道这批在 阿斯西的圣方 几个大教堂上的 28章 连环的 这个壁画 完成了以后呢 桥托当时 声明大作 罗马这个时候 已经聚集了很多文化人 比方说诗人 丹丁 他开始了用自己的 这个托斯卡纳的方言 而不是用拉丁语写作 那这一点呢 让桥托非常开心 因为桥托本人就是一个 彻头彻脑的 托斯卡纳人 那么他虽然在 乌布利亚的 阿斯西画画 但是他的心 是像着这个 佛罗伦萨的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天主教内部的改革 已经进行的很激烈 那么并且呢 当时这个 圣方济阁的教会 叫方济阁会 还有这个多米尼教会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多明会 这两个教会呢 开始重新翻译圣经 他们的翻译成的圣经呢 就是把拉丁语的圣经 译成意大利语 就使得不懂拉丁语的 意大利人能够译圣经 那这些呢 就是一些通俗化的工作 而这些工作呢 桥托是锦上添画的 因为他把复杂的圣方济阁的 逼生的故事 用连环画的方式 把它画出来 变成了一张壮阔的壁画 所以走到教堂来 就不是只是看圣像 看基督受难 看这个圣家族 而是看圣徒们 而这些圣徒们是 到1230年前后 才丰盛了这些 最近我们的圣徒 他的毕生的故事 这个就完全把生活 带入了这个宗教 这个应该说是 孕育着文艺复兴 孕育着宗教改革的 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元素 所以我们说 桥托不应该仅仅说 就只是一个画家 他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 因为他参与了 这个欧洲的最重大的 宗教改革 如果我们说 在思想上 最后能够让 这个宗教改革成功 当然宗教改革 还要晚几百年 到了马丁路德 但是呢 文艺复兴是为 宗教改革铺垫的基础 而用通俗的方式 用绘本的方式 来描述宗教的内容的话 这个就是一种 使得他具有改革的条件 所以桥托他的地位 和他的作用 就表现在这里 1300年 这个时候 桥托声明大正 罗马教廷 也知道他了 那么就招桥托去罗马 让他设计了 这个现在 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 入口的 一幅 马赛克的装饰画 大家现在如果去 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 还可以看见 这张装饰画 但是这张画呢 现在呢 原画 已经毁掉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那张画 是福祉的作品 也就是说 他的原作 在过去的岁月里面 已经损坏了 那么这件事情 对于他个人的艺术来说 并未必有多大意义 但是呢 他的个人收入 十大幅度的增高了 因为他出名了 他可能原来画 阿斯西的话 因为他是 跟着老师 薄维在画 所以他拿的钱 一定很少 虽然他画的最主要的部分 但是呢 等他到了罗马 圣彼得大教堂 给教廷画的时候 他的收入 不是大大的增加了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 他才三十多岁 那个有很多的赞助商找他 他又回到了佛罗伦萨 并且在那里 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也就是画室 开始呢 独立的结活了 现在我们在 乌菲兹博物馆 看见了很多画 也包括 在其他的博物馆 散见的桥托画 很多都是他 回到了佛罗伦萨以后 开了自己的独立工作室 在做的 那个 他并且呢 逐步的实验 新的绘画技术 新的色彩 并且呢 掌握 什么更好的画 这个诗笔画 我跟大家说 意大利的这些 文艺复兴的壁画 是诗笔画 诗笔画是 用湿的灰泥 涂在这个石头 做的墙上面 教堂建筑都是石头的 很坚固 上面用石膏 灰泥 做一层这个栗子 就像我们像用水泥 做的栗子 这样栗上去 在这个栗子 没有干的时候 就调了颜色 直接画在那个 湿的膏泥上面 这样画上去的话呢 就是不能等它干 那么所以湿的时候 那些水分呢 就会把一些颜色呢 就用红袭的作用呢 就洗到那些 灰泥的里面 有一部分 所以再在上面画 再洗进去 所以我们说 石壁画 它保存的时间 特别长 那就说 它的颜色 不是油画这样 贴在表面 它是用红袭的作用 洗到那个 灰泥的里面去 要破坏它 只能连灰泥一起 产掉 这就是石壁画的 这个诀窍 那这种东西 国内很少见 在整个东方 很少见 在意大利呢 基本上比比皆是 凡是不用石壁画的方式 做的那个时期的壁画 都毁坏得很厉害 其中有一章 我要说的就是 这个达芬奇的 这个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晚餐 就不是石壁画 就是做了 这个白粉底的 单纯的油画 所以那些 一层层的薄落掉下来 就这个道理 这个学好了这种画 那个 这个乔托呢 他掌握了这个技巧 所以他后来的作品 他越来保存的就越好 我那一天 在这个圣方几个大脚 大脚堂 看他的画 上午出去 中午出来吃一点东西 下午再去 一直到关门 整整看了一天 他因为他二十八张画 是非常大的 那么当然呢 我当时手上 也拿了一本小小的 关于这个乔托的书 我们知道 乔托最重要的 这个作品呢 阿西西的这个二十八张 固然是最重要 但是呢 另外还有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叫 Padua 叫Padua Padua 这个英文评音 叫Padua 这个Padua 那么我那天 出来以后 看见有一个 搞考古的人 打了手脚架 在修那个 阿西西教堂的一脚 他在架子上面 我在架子下面 我跟他打了个招呼 他就从架子上下来了 下来了 走到外面 抽一口烟 教堂里面不许抽烟的 他站在外面抽烟 穿那个工作服 跟我聊了一天 英文讲的挺不错的 因为我不会讲 意大利语 他问我 这个今天 待了一整天 他注意到我了 我说我主要是来学 这个乔托的 他说 那你要去Padua 他说Padua 那个竞技场 小教堂 那些就真正全部 是他的作品 那么 他说 那个小教堂的作品呢 应该说更代表 他的水平 那么 我这个 本来就是想去Padua 因为我以前 去过一次Padua 那次去 完全不是为他的话 是因为跟Padua大学 University of Padua 有一些交流的关系 是到那个地方 做些学术的考察的 那么 没有什么印象 看见他那个竞技场 小教堂 那么这个工作人员 跟我一说以后呢 我说 哎呀 我真是去 所以呢 我第二次 到了威尼斯 从威尼斯 租了个车 就从那个地方 开到Padua 那就是另外的 我们的一个主题了 那就叫Padua的桥托 那我们上面的 这一段呢 我们就叫做 这个找寻 这个桥托 或者追寻桥托 那么下面 我们会讲的这一段呢 叫做Padua的桥托 谢谢各位